人这辈子吧 上蹿下跳 其实也就追求俩东西 一个是钱 另一个是人 这两样东西吧 没得到的时候 拼命的想得到 得到了呢 就觉得没啥意思 可要是失去了呢 你又觉得很痛 就这么折腾来 折腾去 纠结来纠结去 到最后啊 当一个叫健康的东西 来折腾你的时候啊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 宁愿抛弃所有的一切 也要得到他 不信你 你去问问那些 躺在ICU病房里的人啊 只要能让他们活下来 你跟他要啥 他都给了 所以吧 不要炫耀什么钱 人要是没了 对你来说 那就是一堆废纸 也不要炫耀什么 显客的地位和身份 你要是倒下了 比你更优秀的人 多了去 也不要炫耀什么 房子和车子 你要是挂了 那别人不但拿着你的车钥匙 还会躺进你的窝里 人啊 唯一值得炫耀的是啥呀 告诉你啊 是心态 是健康 所以还是善待自己吧 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零件啊 都不禁折腾 坏了的话 基本不好配 或者是根本就没法配 而且价格啊 还很贵 贵也就罢了 问题是啊 还经常没货 所以吧 还是别想太多吧 人这辈子呀 无非就是一吃了之 一睡了之 一笑了之 一走了之 一死了之 一买了之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啊 而是游不游得你的问题 我问你 那你从小不想上学 长大不想上班 老了还不想上医院 最后还不想上西天 可问题是哪一样能游得了你呀 在这个世界上 啥你都没必要多想 唯有快乐和健康 告诉你哈 当你自己不发光的时候啊 嘿 连影子都会离开你 想开了 你也就明白了哈 人这辈子呀 无非就是三大桌啊 出生的时候摆一桌 结婚的时候摆一桌 死的时候再摆一桌 没了 关键是啊 哪一桌你也没吃啊 第一桌你不会吃啊 第二桌你没控制 第三桌别人吃 所以吧 珍惜当下的一切吧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别往心里搁啊 该笑笑该乐乐 哎 到这个世上 那才叫没白来过 让自己活出快乐 活出健康 那才叫活出王道 优优独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